我是張信燕 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錢仲佳 善生好 是 前立法會議員 是 大家好 是 是 沒錯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國安法》之後 美國國會是首次採取有關香港的立法行動的 眾議院通過法案要求辭銷香港經貿辦特權 善生 怎麼看? 這個法案最主要是針對在美國的經貿辦事處 香港的經貿辦事處 在美國其實有三個經貿辦事處 一個在華盛頓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三藩市 經貿辦事處 就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 其實嚴格來說 它的工作就是做一些推廣 這個貿易的活動 或者是經濟的活動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香港是一個所謂的城市 一個兩制之下的城市 原本是 香港經貿辦事處其實在回歸前已經有了 以前在美國 或者在英國 全世界現在就有16個辦事處 北美只有4個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香港就不會有一個所謂的領事館 就是不會有領事館 香港的政府如果派在外地 通常它就會用這個所謂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身份去做 但是在某些地方 或者國家裡面 它都享有一些豁免權 或者是優惠 現在這次美國的法案 主要是針對三樣東西 所謂的privilege immunities 和這三樣東西 就是有些什麼的豁免 或者法律上對它有些豁免 有些的優待 或者有些的特權 這次它撤銷最主要都是針對美國那三個辦事處 實質上 法案現在還是在所謂審議的階段 因為雖然在眾議院通過 仍然要在參議院通過 參議院通過之後就送交給阿公 簡單來說給拜登 如果參議院 如果它可以在選舉前 因為11月就大選了 還有一個多月左右就已經有選舉 如果參議院通過得切 就會送交給拜登 拜登可以選擇簽或者不簽 如果一些法案 如果拜登不簽 理論上就扔回去給兩個院再投票 如果兩院再三分之二通過 就算拜登不簽都是法案 但是因為現在在眾議院裡面是403票對3票反對 那大比數通過 簡單來說扔回去眾議院都沒有什麼意思的了 一定會多過三分之二 參議院也沒有什麼 我相信 我估計也應該會大比數通過的 現在貝林肯或者拜登對香港的政策 我也估計他簽署這個法案的機會會很大 簽署了法案之後 其實就要在一段很短的時間 好像90天之內 就要布林肯 要國務卿去證明 或者去確認 香港仍然維持高度自治 如果不是就要取消這個經貿辦事處的地位 在種種的背景之下 我相信貝林肯去確認香港 仍然在有高度自治的機會是不高的 所以意思就是當參議院通過之後 送交給白宮 白宮也很可能會通過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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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布林肯就不會再確認香港是高度自治 因為如果根據布林肯過去對香港的言論 然後布林肯也作過不少香港對香港政府損害一國兩制 因為整個美國的體系對香港關係 有一個法案在1992年在美國提出來的 就叫做《香港Policy Act》 這次的法案其實都是和這次的所謂取消經貿辦事處 都牽連了1990年的時候的《香港Policy Act》 簡單來說 香港Policy Act其實全部都是一個關於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因為1984年的時候就通過《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英國和中國就去世界各地推廣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的美國政府也因應《中英聯合聲明》 就支持香港立了一個法例給香港很多的特殊地位 和中國的處理方法完全不同 因為如果香港交回給中國之後 應該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對香港的政策等同對中國的政策 例如一些科技禁運等等的政策 應該是一致同一 但是因為有所謂《香港Policy Act》 或者之前《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就給了香港很多的優惠和特殊地位 這次這個法案通過了之後 那個意義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那個所謂的國際的政策 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因為除了香港之外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其它經民辦事處 例如多人都有的 英國有的 在歐盟的布魯塞爾柏林 都有這個經民辦事處 全世界有16個 東南亞也有的 四、五、六個國家有 我估計 對香港的國際地位 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的 負面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 其實會不會其它的辦事處 我現在理解 也有部份的一些組織在加拿大 推動這個加拿大國會 取消這個經民辦事處 英國辦事處更加可能是受爭議 英國辦事處 大家知道五月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所謂的特別的事件 一個的追查一些欠債案件 就牽涉到經貿辦事處 後來經貿辦事處的特約的僱員 自殺身亡 那件事情大家可能都在其他節目看過 所以經貿辦事處的作用本身 其實已經是受挑戰的了 它已經不是單止在做經貿的活動 甚至在執行國安法有關的活動 這個令到其他世界國家 會不會對經貿辦事處有不同的看法呢 這次美國的做法 牽頭的做法 就在美國國會大比數通過 簡單來說爭議不大了 會牽動其他國家 會相繼 可能都會取消這個經貿辦事處的位置 特別是加拿大 我相信每一個國家會跟著美國做 跟著英國 英國會受挑戰的 我相信那個地位 歐盟可能會遲一步 東南亞國家可能就不會太大影響 因為它可能和香港的關係都比較密切 還有沒有這麼看香港的政治問題 但是經貿辦事處是不是作用很大呢 我都去過幾個辦事處的 紐約沒有去過 三藩市和華盛頓那些我去過的 其實它的辦事處很小 通常來計呢 比如華盛頓那個辦事處的工作 就是關注一個capital deal 關注一個所謂的國會三藩 他們的法案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就特朗普收尾 看看美國政治對香港經貿有什麼影響 都是做一些經貿的工作的 以往來計算是 但是現在會不會已經是 除了這個經貿活動之外呢 就做其他事情呢 以往來講 它都充當這個所謂 有某程度上的大使館的功能 現在李家超說不能夠去美國訪問 或者沒有機會去美國訪問 好像受制裁的情況之下 以往來講 無論是董建華也好 曾蔣權也好 都會訪問美國的 訪問美國的時候 那些經貿辦事處 都做出了很多的安排 前線的工作 但是現在它的功能 也沒有以前那麼積極 但是對香港的經濟活動 會不會很大的打擊 我相信是不會的 但是對那個聲譽 國際聲譽 還有香港在所謂的國際舞台上面 那個的飾養都會下降的了 都會退色的了 當然不會是一個好消息 是一個負面的消息 我估計也都隨著取消之後 多倫多 英國的辦事處會相繼 可能在一、兩年、三年之內 都會被取消的了 那歐盟可能會要多些時間 我相信會有一些其他團體 可能會促請 歐盟都會取消香港的經貿法事處 是 那我們講第二個新聞 英國政府最近發表了最新的一份 就是香港半年報告 是指香港今年初 實施的23條立法 是陷害港人的自由的 先生 這個英國的外相 Lemi的報告是半年一次的 首先這個報告跟以往是有一點值得關注的地方 工黨是在7月的大選 就是當選之後 是執政 而這個Lemi的外相是第一次發報告 這個外相其實在所謂Tony Blair 還有那個時候 做首相的時候 他都在內閣裡面 就是當時已經是做過那些內閣大臣 那現在是再重新做了這個大臣 那 他這個報告就要從這個 在保守黨執政的時候 要看看有沒有明顯的分別 從而去了解一下 對香港的政策 會不會因此而有所分別 他這次的報告 這個報告其實是自從1997年之後 自從1997年之後 過去的24、25年 已經是半年一次提交報告的 《中英聯合聲明》1980年通過 接著97年就是 將主權回歸給中國 之後英國的外相 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一次 過去已經有幾十個報告了 大部分在保守黨執政的期間 其實都是對 尤其是在過去四、五年 都已經有很多的批評 特別是一國兩制 已經剩下1.5制 甚至無少過1.5制 這次的報告其實都很全面 描繪了過去半年香港的情況 特別是23條 因為7月上次的報告是今年年初 可能是保守黨的最後一次報告 也是綜合了去年的情況 今次這個報告綜合 今年上半年最大的關鍵發生 就是這個 當然是23條的法案 他都很清楚講了香港的影響 還有幾件大案 也都提到 他還在監獄被告 整體而言 其實都沒有改變了很明顯 對香港的批評 或者對香港的情況 跟保守黨有很大的很明顯的分別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 香港人比較關注的 就是所謂BNO Visa BNO Visa 5加1 是可以有居留權的這件事 究竟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因為如果工黨上台之後 會來一個很大的政策轉變 會不會取消BNO 5加1 等等這些 都是一些香港人會關心的 會不會對香港的政策有明顯的改變 從這個報告這三個月執政了 應該不夠三個月 英國的政策 在這份報告 不顯示有任何明顯的轉變 意味著對香港的政策 似乎都是持續回保守黨的那個路線 那是否表示對BNO的政策 是完全不改變呢 當然我也不敢作這個肯定 但起碼呢 從這份報告去看 所以BNO 5加1這個政策 似乎是在報告的結論裡面 它都說仍然要對香港的一定的支持 特別是一些人權、民主、自由那些方面的支持 那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是暫時來計 對一些關心5加1 BNO 5加1在香港 就是深大深小 會不會申請BNO那些人呢 它暫時來計 因為它其中 之前大家都會談 特別在選舉前 會不會保守黨執政之後 就落閘 簡單來說BNO就落閘 因為BNO2021年 就1月開始實施 那現在已經有3年多的時間 那當時實施前呢 BNO 5加1的時候 保守黨估計是會有30萬人 就去英國的 那現在就大概去了英國 申請了或者成功獲得簽訂的人 超過20萬 有未到20萬的人會過去 那會不會到30萬的時候就落閘呢 那這些都是一些香港人關心 那似乎現在看這個報告呢 就暫時可以這麼說 就似乎短期裡面 是不會有一個明顯的轉變 就是如果還在香港 還在想著的人 可能多一些時間 可以看這份報告 再看這份報告 再考慮一下 需不需要申請BNO 但是不會說好像很急於它 因為大家知道 英國那個本土政治 特別在選舉的時候 都討論到關於一些 英國比較大 就是很多移民 香港的英國很多移民 那個移民的數目很厲害 又8、90萬這樣 就令到英國的房屋 或者經濟的負擔 都是比較沉重的 那有一定的呼聲呢 就是要壓抑這個移民的數目 會不會因此執政之後 會不會向這個 所謂BNO 五街開刀呢 大家都有個焦慮 有個關心在這裡 那暫時這份報告 大家在第一個階段 就 除了那些批評 大家都明白的了 應該因為 香港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焦點所在就是 對BNO的政策 會不會有明顯的轉變 那單從這份報告 就找不到有明顯的轉變 但是當然這個 大家也要繼續關心 因為 會不會用其他的方法 例如加價 其實已經加了了 BNO 那些所謂的 醫療的保險的費用 就是NHS的費用 會不會申請的費用 都會加價 因而令到它 減低的數目 等等都不知道的 但是起碼 政策上不會這麼快下閘先 暫時從這份報告看 是 那這份報告又提及 2019年反修例運動至今 是至少有1萬人被捕的 那自至今年3月31日 是有3千人是遭到檢控 當中就3千2百人是被定罪的 那現時還有至少7千名被捕者 是仍然在等待警方的調查 那民主派初選案呢 就有45名被定罪的被告 是至今仍然是等候審判的 是 是 這些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大家都明白和知道的了 那 那 4月7人初選案 大家都知道了 已經是去到求情階段 就好像是11月左右就會被判刑的了 那 當中還有幾件大案呢 就是 黎智英 和這個 之前不會抓到李卓人 和郭卓人幾件大案 但是其實因為很多 好像一份報告這樣說 有6、7千人還是被警方抓了 我是沒有控告的 大家要明白一點 就是香港的法律制度 就刑事案件是沒有一個所謂的限期的 就是它可以 就是30年前的案 它都可以拿回來控告的 就是如果到時候有足夠的證據 那 所以一些被警方抓了 沒有收了護照的人呢 那他們是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境的 但是 是沒有限期的 簡單來說 什麼時候都可以抓回去控告的 那個數目都是 和以往香港人的理解都是差不多 就是有 萬多人被人抓了 其實這些數字 以前在立法會都有討論過的 你看到很多個案 現在什麼理工暴動 什麼圖龍小隊 那些案件 都陸續續在審 有些案件是上訴 所有案件要處理完 可能還要幾年的時間 但是 政府 警方很少會就一些個案件 是清楚表明 抓了你之後 說我現在不告你了 這樣 不是一定很多的 它也不一定是這麼做 抓了你之後 你保釋了之後 它不告你 就做 就是 你害不了了之後可以 你說它不處理又可以 你說它繼續調查 它經常都說繼續調查 因為形勢是沒有限期的 那三千多個案件 我都是其中一個 都曾經是被捕 以及曾經是被判刑 這個是一個 對香港來說 香港人是永世不忘的 2019年的事件 也都是完全改變了 香港的 回歸之後的過去 從此香港是 走上一個所謂不歸路 就是一個不能逆轉的情況 香港的 香港由一個 江徽燦爭的城市 變成四大街空 香港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所謂大家熟悉的 自由 人權 法治 民主也不用說了 這幾件事 都是令到香港人 現在 今時今日 大家明白 為什麼剛才剛剛說的BNO 就是 也都因為這個 190的反送中運動之後 英國就才推行這個 所謂BNO 五假一的政策 令到香港 有人可以有機會 移居香港 就脫離香港 一些國安法 或者23條的恐懼